入口滑嫩鲜香突出的韭菜和酱的香味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韭菜豆腐酱 来用心做好菜吃吃健康来 看啊这个菜简单的不行了 这个韭菜呢洗干净以后呢 把这个根把这么齐上一刀 这样呢会更干净一些 不然的话刀口这个地方怎么洗 洗的不是很洁净啊 这样 像切这个韭菜馅一样啊 切成半公分长的小碎段 完活儿 韭菜不宜放过多啊 说你喜欢再比我这再多一倍 也可以啊也可以 这个菜呢主要吃酱的香味和韭菜的鲜 把豆腐切一下 豆腐呢是切大一点的块啊 好啊 横的片两刀啊 大致呢1.5公分的厚度 啊换句话切的也叫大散的块 这个程度就可以啊 并且呢选择这个豆腐要嫩啊 特殊的嫩 这豆腐特殊的嫩 先加上油润一下炒啊 所谓的润炒就把炒烧热 下锅 又下锅 下入酱 东北大豆酱 一两半啊 我的豆腐呢 多啊 给一两半 通常呢放一两就行啊 根据你这个 主料就多了 现在把这个酱炒香 这个呢不放葱姜 现在呢里面要加上 花椒面五香粉 十三香 哪一个都可以 我这是十三香 再加上 黄酒 生抽 也是增香 增鲜 主要是增鲜 这个呢 是老抽 把它调到 酱红色 这个菜呢 我做呢 喜欢放点啥呢 放点鸡筋 放点鸡筋的味儿啊 非常适 现在呢我们开始 加汤 有的朋友问 是不是打一下水槽 效果会更好啊 然后呢 还没有豆腐的腥气味儿 只只呢 是一说而已啊 这个呢 不用打水槽啊 用这个酱 来炖这个豆腐 把这个酱香味儿 肉香味儿都吃到这个豆腐里面 然后呢 豆腐外面呢 呈现出 酱红色 就可以啊 这个味儿就可以了 现在呢 开上锅了 必须加上 鸡精 这些 要这个鲜口 酱香口啊 让它浓郁才好 所谓的浓郁 非常浓的 那个酱香口 汤汁呢 让它长一点 这样开锅 让它达到五分钟 效果才好 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开锅五分钟 这个豆腐呢 要把它炖在里头起风的窝 效果才好 看一下 起风窝 豆腐本身就嫩啊 一顿 一膨胀起来 还嫩啊 说膨胀起来 有个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嫩 二一个 酱香味 已经吃进去了 咱们再看这个颜色 这个程度 现在可以勾芡 现在可以勾芡啊 火略微大一点 往里喝芡 勾这个芡呢 不要 过稀啊 稍微要它浓一点的 这个芡 让这汁呢 都能包裹在醋料上 还好 这个时候呢 勾好芡了 把这个韭菜放到里面啊 搅拌一下就行 这个时候韭菜一滤 这就可以了 这个菜就做好了 不是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菜呢 要求呢 色泽降红啊 油量呢 要大一点 来 朋友们 咱们看一下这油啊 油量要大一点 颜色浅的 这就是油啊 颜色在这呢 降红色 入口滑嫩鲜香 突出的酒菜和酱的香味 嗯 真够烫 烫是小事情 标志这个酱香味 和这个料香味 都吃到主料里去了 从而呢 这个菜入口吃的不屑口啊 突出这个酱香 喝这个酒菜的鲜味 这个季节 咱们吃个馒头啊 吃个花卷啊 吃个 都配得上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